官府发相公了,二十文钱一个 村里的姑娘都去抢男人了 我没去,因为我重生了 我知道那个落魄到没人买的小瘸子 将来会成为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会负我真心,妻妾成群 会将我囚禁十年,夜夜折辱 我不敢买它了,只想安稳活命 但我没想到,当天夜里 村长笑着敲响了我的房门 晚晚,你要相公不要 咣当,我反手就把门关了 站在门边,整个人有点懵 幻觉吧,都重生了 我怎么又看见陪酒堂了 村长把门推开,不悦又不解地看着我 晚晚,怎么的意思 嫌弃这是别人挑胜不要的 没事儿,村长给你便宜些,十文钱 怎么样 村长说着,将我拽出门外 指了指那靠在墙上,虚弱至极的男人 说得十分慷慨 你不是最喜欢漂亮郎君的吗 你看这,多俊哪 虽然是个半死不活的瘸子 但洗洗保准能用 陪酒堂伤得不轻 脸上脏污 衣着破烂 看着实在狼狈 靠在墙边静静的抬眸看着我 眼神无辜又脆弱 却硬是把我看得凭空打了个寒颤 不,不是村长 这没人买 送回官府不就好了吗 我以为我不去 没人买的陪酒堂这时候已经被送回官府了的 怎么,怎么还送人上门呢 清泉村地处蛮荒边关 两国的交界 南丁大多都被强制征兵上了战场 有去无回 天气和土壤条件又差 村里的老弱妇孺很难应付严苛的征粮征税 官府缺钱缺粮 便有时会打着体恤民情的旗号 送些被流放至此做苦意的犯人过来 二十文钱 就能给家里添一个强壮的劳力 怎么算都划算 所以每逢官府发人 总是会引来各种哄强 上辈子的今天 我也去了 没钱就是去看看热闹 结果没想到 意外捡了个大漏 十文钱买了个身受重伤 但漂亮至极的小瘸子回来 当时村里人人都笑我蠢 这人伤成这样 买回家 别说帮忙干活了 都不一定能活 就算活了 他这眼神又冷又傲 也不会是个省心的主 我没听 把人带回家 小心翼翼地照料治病 谁也没想到的是 小瘸子不仅活了 还对我好到了极点 为我端茶地水 为我考取功名 为我建功立业 哦 不 确切地说 不是为我 是哄骗我 因为直到他迎娶摄政王妃那天 我才恍然出行 原来他当初对我好 只是因为娶我 他就能脱了奴籍 考功名 脱离清泉村而已 那些我以为的恩爱与甜蜜 对他而言 却是隐忍和屈辱 这人其实 从未爱过我 你在说什么胡话 官府抛弃的人 怎么可能回收 村长也发愁 往年都是哄抢 没得剩 也没这遭新事 谁知今年会在一个 瘸子这里有了变故 这人呢 咱就是砸手里 也断然送不回去了 村长说完 抬头看了我一眼 见我不说话 直勾勾的发愣 以为我是贤贵 咬咬牙 五文 不能再少了呀 不是村长 这不是钱的事 一文 村长 我真不能收这人 他 晚晚啊 村长脸色不悦地 打断了我 当初我收留你时 没多说一个字吧 我立马没话说了 世间最难缓的 就是人情 一旦开了头 便永远低一头 这些年 我在村中行医送药 志在多杂症 就在多人命 始终就是底不消 村长当初风雪之中 收养我的恩情 好的村长 我叹息一声 硬承下来 并没注意到 墙边靠着的陪酒糖 垂下毛子 露出了如是重风 附的神情 再看我 眼睛别要了 布条缠绕过 陪酒糖的胸膛 我与她距离极近 呼吸恍惚 都交缠在一起 不用抬头 我都能感受到 她的注视 陪酒糖愣了愣 已经擦洗干净的 清秀面容 露出茫然的神色 晚晚 布条打结 我用剪刀剪掉 多余部分 起身拉开了距离 神色淡淡 晚晚不是你叫的 还是叫我秦姑娘吧 可你买了我 陪酒糖的语调 急了许多 我该娶你的 这么急 是怕娶不了我 脱不了奴级吧 入了奴级的犯人 本该世代为奴 但如今 只要被人购买赎回 便可更换为奴级 翻身清白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也难怪她用尽手段 这般着急 烛火摇曳 我望尽陪酒糖 墨黑色的眸 这人当真是生了一双 极好看的眼睛 就这么看着我时 轻易就会有种 她眼中只有我的 深情错觉 可惜 那是假的 我会帮你脱奴级 不过不是夫婿 是兄长 以后 你我兄妹相称 陪酒糖立即皱起了眉 嗓音低沉 兄妹 我低眉浅笑 是啊 兄妹 上辈子是我蠢 说我不自量力 她大婚那天 我收拾了包袱 伤心离去 准备回清泉村了却余生 却被她带兵拦截 强势带回 她皱着眉头 似乎极度疲累似的 叹了口气 晚晚 你该明白 我的摄政王妃 不能是的乡下村妇 别同我闹了 跟我回去 除了王妃之位以外 我会给你所有的一切 我自然是不肯的 可她哪里又会听呢 她将我囚禁在京郊的别院中 豢养成了个 没名没分的金丝雀 一养 便是十年 直到她的王妃 再也忍受不了 强行带人闯入 将我进了猪笼 陪酒糖的胸膛 剧烈起伏了几下 语调冷硬 我不做兄妹 我诧异地抬眸看了她一眼 怎么 这是还想把我当乡村寂寞时 谢欲的玩意儿 陪酒糖 你可真是个东西啊 不行 我们做不了夫妻 为何 因为我有未婚夫婿 我垂下头 抚摸着腰间的童心结 他们都说她死在了战场 但我坚信 她会回来 陪酒糖的毛子猛然聚颤 从床上坐了起来 动作幅度有些大 刚缠好的伤口 隐隐又渗出了红 但她并没呼痛 只是死死地盯着我 眼神竟犹如前世后期那般 冰冷偏直 你有未婚夫婿 我不闪不闭地看她 面色平静 是 我有 我是真的有 那人名叫肖恒 是镇上大户肖家的长子 我们相识与学堂 一起长大 算半个青梅竹马 四年前 肖恒被迫应征召从军 自此一去无回 这种事情在边关道也常见 久而久之 便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三年未归 婚期作废 因而我买下陪酒糖 其实并无什么不妥 再后来 我在朝夕相处中 被陪酒糖精湛的演技打动 跟她离开了清泉村 我们走时 肖恒并未归来 大约 是真的死了吧 但也不重要 这辈子 我若坚持要守她 谁又能说我什么呢 要么做兄妹 要么继续为奴 选一个 我说着 挑了下眉 歪头盯着面容阴沉的 裴酒糖 心中讥竅 她自然是不悦的 毕竟 妹妹可没法用来 泄于暖床 而的确 裴酒糖听完我的选项 薄唇即刻民警了 盯着我的眸光压抑 漆黑的同仁中映照出烛火的摇曳 胸膛起伏几下 猴杰上下滚动 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两个字 胸妹 完全不意外呢 我微微抿唇勾出笑意 收了药箱 起身向外走去 临关门时 回望向她 早些歇息吧 胸 掌 裴酒糖的拳头 立即钻紧了 房门关上 屋内陷入一阵静默 烛火劈啪声中 夹杂了裴酒糖 阴郁低沉的一声 呵 兄长 这晚 我梦到了 自己被囚禁的上辈子 前半段困在清泉村 做偿还人情的孤女 后半段困在四方大宅 做裴酒糖 见不得人的外事 低贱的禁篮 那短短 只活了三十几岁的人生 我未曾见过极寒的冬 痛快的雨 自由自在的大江山川 骤然响起的敲门声 将我从梦中拉回 睁眼的瞬间 有种高空飞行 恍然落地的失重感 喘息落下 有两个字在那里跳动 自由 晚晚 我熬了粥 起来喝些吧 裴酒糖的声音 自门外响起 我的同仁微微紧缩 心中有了个打算 昨晚你说 你是被抄了家的国公府公子 粥熬得不错 软滑香糯 我抬眸 看向裴酒糖 所以 你认字 裴酒糖敏唇点头 嗯 善好 我伸手指了纸书房内的书架 书架上有本药草精 待会儿就辛苦兄长你 对比著书中的图文 将药柜中的三期 与白鸡 白纸挑出来 然后一一放到院中的 波级上晾晒 我没记错的话 过阵子 会有个赚钱的机会 我要赚钱 离开这里 裴酒糖似乎是没想到 我会这样安排 愣了愣后 神情善善 可我身上还有伤 腿脚也 你能瘸着做粥 就能瘸着晒药 总之 我淡淡看了他一眼 我不养闲人 总不能真的应了那句话 便宜美好货吧 全村姑娘都不要 低价折给我的小瘸子 憋着心眼 虚情假意地算计我 把我当翻身的踏板 可不是便宜美好货吗 一文钱买来的残次品 总不能还要我同上辈子似的 把它当宝贝供着吧 他也该为我做点事了 裴酒糖的神情将注 颇为复杂 我懒得琢磨 也琢磨不透 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起身欲走 手腕却猛地被捉住 裴酒糖竟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你去哪儿 我 我没说不做 我勾纯倾笑 拿话刺他 家里平白多了张嘴 多了条需要治疗的腿 我不得采药赚钱呀 兄长 我没说的是 脱离清泉村 游历河山 这两个也都需要银钱 我虽日常在村中出枕治病 但巴掌大的村落 低头抬头三两步 全是熟人 枕筋直接就给块豆腐 给把青菜是常态 更有甚者 嘿嘿一笑 就全当抵了枕筋 所以我的穷 真不是装的 裴酒糖拖着瘸腿 一烫烫地进出晒药 跛脚的身影 怎么看怎么凄凉 我择了一声 稍微有点良心发现 这么辛苦 要不提个条件 裴酒糖的身形顿住 沉默了会后 嗓音很轻 别换我兄长 换我酒糖 行吗 良心收回 我撇唇 不行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非要执着于称呼 就好像这般叫了 我跟他的关系 就能改变什么似的 明明上辈子 我缠着他 一声声地叫酒糖 他却总咒没说矫情 让我对外叫他兄长的 我果然没有记错 这天之后 过了五六日 一直蠢蠢欲动的匈奴 开始频繁清洗边关 军中士兵与镇上百姓 多有伤亡 白鸡 三七 白纸 这三位止血药材 供不应求 市面上的价格 翻了二十倍不止 方圆百里 竟就属我这院里的药草 最为充足 不过 我并未涨价 我想赚钱 却并不想赚过难钱 所以便定了规矩 每日限人 限量 多一个我都不卖药 不准病 但饶事这样 我每日还是累得 几乎爬不起来 送完最后一个接诊病人 连回屋都懒得走 直接趴在院中的石桌上 昏昏然睡去 这一觉睡得很沉 不知道睡了多久 唤醒我的 是唇瓣上的压迫感 似乎有人在轻探 在小心翼翼地 抵着我的唇丝膜 然后得寸进尺 一点点入侵探入 我不堪其扰地皱起眉 阴寧一声 缓缓睁开了眼睛 陪酒堂就站在我身边 手背抵住鼻尖 轻咳一声 晚晚 吃饭了 我茫然眨眼 摸了摸嘴唇 一时间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不过 想来应该是梦 毕竟陪酒堂没有偷闻我的道理 这是隔壁 牛神给送的汤骨 说是炖汤极好 你尝尝 跟上辈子不同 承担起做饭角色 每天变着花样 期待对方吃一口的人 不再是我 而成了陪酒堂 小伙炖了两个时辰呢 陪酒堂给我盛了碗汤 眼睛很亮地盯着我 村长那句话 倒是没说错 小瘸子着实生了 复顶好的皮囊 洗干净后 浓眉莫眸 宽肩窄腰 纵然是穿着最粗烈的衣物 也难掩身姿 短短几日下来 就让当时没买他的不少姑娘 都毁清了肠子 我却不愿看他 这张满是虚假的脸 只低头默默地喝汤 没有说话 陪酒堂眼中的期待 最终落寞了下去 晚晚你同其他人 都那般和颜悦色 偏生跟我无话可说吗 这汤 好喝吗 热汤划过喉管 我计较挑眉 好喝 所以呢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陪酒堂所有的一切 都是明码标价的 我总得付出点什么 才对得起他 这份殷勤讨好的演技 和颜悦色 上辈子 我倒是加倍给足了他 可结果 他稀罕吗 所以 陪酒堂喉解滚动 像是安慰自己似的 你爱喝就好 这话 假的让我没胃口了 此晚放下 我歪头 看向他那被我打断了 重新接上 正在休养的腿 这人在我身边的所求 无非就三个 托奴级 治腿 去科考 如今前两个已然达成 唯独科考这事 他就跟忘了一样 再没提起 那他这些日子 演的这些体贴与温柔 到底是在图什么呢 我还有什么值得他图的呢 皱了皱眉 我刚要开口 房门却骤然被砸响 敲得非常急 秦大夫 求您救命 救救我家肖副将 门上明明挂了身世之后 不接诊的告示 怎么还有人虚实来敲门 我依旧坐着 没打算动 这个破例的口子 开不得 秦大夫 我知道你有规矩 可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们是守成军 中了匈奴埋伏 我家副将被砍了七刀 命在旦夕 城中药铺全部无药 只有您能救了 心下一沉 我猛地站起身来 没再有一丝犹豫 快不过去开了门 保家卫国的将士 绝不能死在我眼前 两个脸上带伤的士兵 背了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进门 昏暗的屋子 摇曳的烛火 男人躺在床上 呼吸微弱 脸上血雨泥混杂 看不清面容 我咬了咬牙 猛地撕开他身上的黑色静衣 一抹熟悉的红色 从他怀中掉落 铜 心 结 跟我腰间挂着的那枚 一模一样 哦对 那士兵之前说 肖副将 肖衡 手掌开始颤抖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重生这事 都没有肖衡没死的这一刻 来得震惊 所幸 我囤了足够多的药材 也所幸 我的医术足够高明 肖衡就回来了 发了一夜的高烧后 在第二天下午苏醒过来 晚晚 肖衡靠在床上 笑得苍白又庆幸 好久不见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四个字 前世的错过 今世的重逢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彼此交代 却好像又只有这四个字能说 我给你擦擦脸吧 别开脸 我起身 拿起床边盆中的毛巾 拧了拧水 坐回到床边 轻轻抹掉他脸上的血污 将那张阴气俊朗的脸 一点点地擦拭出来 肖衡垂眸看了看自己 那吊在脖子上的双臂 不禁轻笑 小时候你拿我衣服擦鼻涕 长大后给我擦脸 这算扯平了吗 我认真擦拭着他的脸颊 这不一样 没法相提病 房门被轻轻推开 陪酒堂端着食物 出现在门口 见到屋内的情形时 瞳孔一缩 面色冷凝 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肖衡也不是瞎子 看得出来他的欺压不对 婉婉 这位是 陪酒堂 我擦拭的动作未停 我兄长 陪酒堂当时冷吃了一声 目光打量肖衡 话却是问我 怎么 居然是婉婉认识的人吗 我停下手 将床头的童心结 递还给肖衡 而后 抬起头望进陪酒堂的眼睛 兄长 这位是肖衡 我失踪归来的未婚夫君 食物落地 发出此晚破碎的响声 我的手腕在下一秒被猛地攥住 陪酒堂脸色巨变 一把将我从床边拽起 你说什么 手腕被抓得很痛 我正了正 却没正开 一时间痛到烦闷 眼神中多了些厌恶 我说 这位是肖衡 我的青梅竹马 未婚夫君 兄长还需要我再说几遍吗 陪酒堂的瞳孔骤然收缩 像是被我的眼神吓回去了似的 缓缓松开 拉着我的手 向后退了几步 缓了口气 在抬头时 神色已然恢复如常 恭喜啊 晚晚 终于等到他了 这话说得极为平静诚恳 看得我心中一片冷然 这就是陪酒堂 能把情绪藏得极深 演戏入目三分的陪酒堂 面具之下 这人手里举着的是刀还是堂 谁都不知道 但我也不想知道了 陪酒堂没再说什么 将地上的碎瓷收拾了之后 便起身出去了 关门的瞬间 莫名其妙的 我心底涌现出了一股不安 那是基于上辈子对陪酒堂的了解 越是压抑了情绪后的平静 越是蕴藏着滔天的巨浪 我总觉得 此时的陪酒堂不是没情绪 而是 他的眼神像要杀了我 萧衡突然开口 我歪头 笑得先勉强 看错了吧 他明明在祝贺我 起码 表面上是 萧衡挑眉 是吗 不太像祝贺呀 倒像是吃 我打断他 童心结怎么还留着 萧衡的话头陡然停了 耳间涌上可疑的红 神态有点尴尬别扭 好歹也是定情信物 留个念想 我哑然失笑 你消失四年未归 婚约作废 留什么念想啊 什么消失四年 什么作废 萧衡立即正色起来 神情中带着些许憋闷神伤 当初不是你写信说 有了更好的夫婿 不要我了吗 说完 声音压低了小声嘀咕 我 我那天差点死在战场上 我愣了 神 什么信 话出口的瞬间 我恍若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冷笑一声 心中大概已有答案 我真以为你变心了 萧衡忧愿地看着我 烛光昏暗 少年眼中的情谊 却清晰可见 我的心搁灯一下 突然意识到 这样的重逢 其实并不公平 因为对萧衡来说 我们之间的分别 仅仅只有四年而已 她16岁到20岁的区别 我仍是她从小 陪到大的青梅竹马 是她情斗初开后 一直放在心肩上的人 她的感情 仍停留在 刚爱上我的热烈时段 可对我来说 那却是上辈子30年 早已远去的一份情感 在那段 我自己向前走的时光里 我早已把她放进了 心里一块 名叫初恋的目的 然后 深深爱上了另一个人 如今纵然时光回溯 我又哪里还能担得起她 这份少年的赤尘 萧衡睡下了 我揉着酸痛的肩膀 回了自己房间 哪成想门刚推开 一只大手 骤然从里面伸出 将我拽了进去 身体撞上门板 我震惊地看着 将我死死压住的 陪酒堂 陪酒堂 你怎么在我房间 怎么 不叫兄长了 陪酒堂挑了挑眉 嘴角擒着冰冷的笑 与这几日的她 完全判若两人 倒是有种上辈子的 她回来了的感觉 我缓了口气 声音微沉 既然是兄长 就不该善入妹妹的房间 放开我 出去 陪酒堂笑了 点头赞同我的话 是 寻常兄长 的确不该 可我又没想做你兄长 陪酒堂笑得无赖又坦然 我心思不纯了 说着 她紧扣住了我的腰 手指轻拂我的脖梗 沿着颈边动脉妈撒 韩逸却顺着脊柱向上攀爬 我甚至有种她正在打量 从哪里下口 直接咬死我的感觉 晚晚 你不该惹我生气的 你也是重生的 对吧 浑身的汗毛 在瞬间炸起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看着陪酒堂 震惊到 甚至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怎么会 有点难过呀 晚晚重生后 居然选择不去买我 不再跟我有交集 看来 当真是恨我怨我了 上辈子是我混账 我没保护好你 没好好珍惜你 一直到你死后 才崩溃地意识到 原来我追求的所有名利 都不及一个你 重生那天 我心系坏了 哪怕我发现你也重生了 并且拼了命地夺我 疏远我 冷落我 也没关系 应该的 我都该受着 我已经做好一辈子追逐你 弥补你的准备了 我再改 再做了呀 晚晚 陪酒堂的神情 已经不能用偏执来形容 而是一种扭曲的平静风魔 可你怎么能有别人呢 你怎么敢真的想跟别人呢 被禁锢的感觉 恰如前世的囚禁 我甚至不愿跟他多说一句 双手死命地推散着他的肩膀 可陪酒堂却猛地扣紧了我的手腕 嗯在门板上 门板发出哐当的一声响 在寂静的夜晚 格外清晰 隔壁紧接着传来 削横疑惑的声音 晚晚 怎么了吗 一个字刚出口 脖梗却落上温热 陪酒堂不慌不忙地 损稳着我的血管 笑得低沉 晚晚怎么不回答 告诉他 你正在你兄长的怀里 被他吻 被他碰 告诉他 你的兄长最近夜夜 都在他现在躺着的那张床上 靠着想你疏解 入眠 周身的温度 在这样极致的厚颜无耻中 尽数退去 我气得浑身颤抖 前世今生 他到底还要如何羞辱我才够 脖梗被重重准了一口 陪酒堂搂紧了我 晚晚 听话 我们重新来过 让他滚 气到了极点 我反倒笑了出来 重新来过 怎么个重新来过 难不成重生一回 我这个乡野村妇 就能配上咱们尊贵的摄政王了吗 你就能不妻妾成群 不把我囚禁在京郊别院吗 太可笑了 陪酒堂他凭什么 这么理直气壮地认为 我愿他恨他 只是因为他所谓的 没能保护好我 明明利用我 欺瞒我的是他 明明不爱我 却还把我关起来 当玩意儿消遣的人是他 我受的所有伤害 基本都是他给的呀 我能 陪酒堂几乎没有一丝犹豫 晚晚 上辈子 我其实从没想过伤害你的 我不知道 你这么在意名分 我以为你明白我的苦心 官场诡诀 你性子又单纯 我娶了你才是害你 不过都过去了 这辈子我只有你 不会再娶任何人 你不喜欢 我便不去科考 不再入官场 我们就在清泉村 一直生活 好吗 晚晚 再信我一次 好吗 不好 呵 什么苦心 我不管 我不接受 我不信他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他 他口中的所谓保护 就是上辈子对我的利用 与欺瞒 是清见我至极的十年外事与禁锢 如果说捅我一刀 是为了我好的话 那我宁可他别为我好了 我无福消受 晚晚 我的沉默 让陪酒堂紧张起来 声音都放轻了 好吗 好 心底冷然 我已对这样极致的厚颜无耻无语 只剩下无力的冷笑 我们从头来过 陪酒堂文言 顿时长嘘了一口气 如获至宝地将我抱在怀里 胳膊在微微颤抖 晚晚 你终于回来了 村长 你要女婿不要 陪酒堂咋样 现在她洗干净了 也不瘸了 郡着呢 村里多少姑娘抢着药 配咱家的娇娇姐姐 刚刚好 您对我有救命针 钱什么的 我不在意 主要就是一个报文 一文钱 如何 村长家里 我将陪酒堂的生气 放到了桌面上 笑眯眯地跟村长谈起了买卖 从头开始 我选择没有陪酒堂的人生 村长皱起了眉 不悦地看着我 晚晚 这是闹什么 买回去的人 怎么能退 我淡定地喝了口茶 缓缓抬眸 我说能退就能退 村长的脸色沉下来 刚要开口喝吃 我慢悠悠地补了一句 村长 萧衡回来了 您知道吗 村长僵住了 茶杯放下 我笑着看村长 我记得当初咱家娇娇姐 也喜欢萧衡来着 还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要我把婚约让给她 当时我拒绝她之后 为此内疚了好一阵 毕竟娇娇姐打小 就是想要就抢 得不到就毁掉的性格 但那次被我拒绝之后 居然破天荒地 再没闹过呢 想来 是村长你想了妙招 哄好了吧 村长干干地扯了下嘴角 硬了一声 额头上出了点汗 我心中好笑 面上却更唇善 萧衡也说 改天想亲自登门 谢谢村长和娇娇姐成全 不不不 不用了 村长的脸色顿时煞白 赶紧掏出一文钱来给我 陪酒糖我要了 就不麻烦萧少爷了 哼 他倒是知道得罪不起萧嫁 对了 村长你当年救我一命 我还你女儿一份姻缘 也算扯平了吧 不如干脆立个字句 恩情两清 咱们再无瓜葛 免得以后再反悔 缠上我 村长的嘴唇颤了颤 脸色几遍厚 最终没忍住 骂了一句 白眼狼 我回到家时 陪酒糖正在院中 晒白鸡和三七 萧衡躺在一旁的糖椅上 正在晒太阳 看着很和谐的画面 但实则 对话很不友善 我不是他兄长 陪酒糖将三七 扑在部级上后 率先开口 萧衡睁开眼 声音慵懒 看得出来 有话可以直说 陪酒糖眼瞼一该 开条件吧 什么都行 我只要他 萧衡笑了 巧了 我也只要他 陪酒糖扯了扯嘴角 言语卑劣 哪怕 他的第一个男人是我 我的脸色顿是一白 拳头在身侧收紧 身体颤抖 无耻 上辈子的事情 怎么能跟这辈子的人论 则 萧衡皱了皱眉 羞耻感在这一刻 彻底席卷了我的心 没出息的男人 才会把女人的贞结 当作炫耀的资本 第一个男人了不起 她是你第一个女人吗 陪酒糖是世家公子出身 通房丫鬟是必备的 怎么可能我是第一个 陪酒糖阴着脸 方才的得意已不见 哦 不是啊 那你怎么有脸炫耀的 萧衡笔一撇唇 第一次都留不住 给心爱的女人 羞耻哦 我听得连呼吸都停滞了 许是太久没见 也许是萧衡如今 外面看起来太过于沉稳高冷 以至于我是真的忘了 这人小时候有多么魂不力 出了名的能对 这番话下来 只把陪酒糖说得脸色铁青 感觉下一秒就要打起来了一般 萧衡双手都受伤了 打架会吃亏 我急忙弄出了点动静 往前走了两步 院中的两人同时变了脸 陪酒糖率先对我笑了笑 晚晚 药材快晒完了 需要再补一些了 没事 不用补了 钱我已经赚够了 原本我是打算 攒够一百两给村长 还了那份捡我的恩情再走的 但现在 不用了 恩情已还 两不相欠 我手头的二十两已经足够我迈出远行的第一步了 反正 我有医术在身 后续没钱了 也可以边走边赚 唉 怪只怪我伤在双臂 不能帮忙 糖椅上的萧衡突然直起身 悠悠地叹了口气 真是麻烦兄长了 兄长这般能干 以后我和晚晚可有福了 陪酒糖捏起了眼睛 眼神锐利如刀地射向萧衡 萧衡却也不闪不闭 气势半点不弱地回看着他 萧衡 我急忙上前 挡在了二人中间 你伤也没什么大碍了 今天就回军营吧 我兄长的脚伤还没好 我送你回 陪酒糖挑了下眉 冲萧衡勾起唇脚 萧衡一噎 喘了口气后 深深看了我一眼 扭身就回屋了 我不禁摇头 腰却从身后被抱住 陪酒糖将下巴戳在我肩上 轻声道 早些回来 我垂下了毛子 并不回应这句话 傍晚你去趟村长家吧 他给你改好了籍罐 不再是奴籍 是农籍了 记得去拿 陪酒糖乖顺点头 好 萧衡亲自带路 我把他送回了军营 边关的敌国探子居多 要而我方军营的驻扎地 极为隐秘 如果没人带路 寻常人根本连营地大门 都见不到 我这回倒是见了 还堂而皇之地进来了 这个要两天一换 记得饮食清淡些 伤口务必不要碰水 还有就是 不要剧烈运动 免得扯开伤 我一边帮萧衡换着药 一边事无巨细地 嘱咐着注意事项 结果半天没听见萧衡出声 一抬头 却见他眸光悠悠地盯着我 非走不可 我们的婚约不做数了吗 怎么做数呢 萧衡 我将腰间的童心结解下来 想放进他手里 萧衡却攥紧了拳头 不肯接 我无奈 你放弃志向做逃兵 不再上战场 还是我放弃憧憬 独守空房 做个日日夜夜 翘首盼你回家的身归媳妇 这种日子 我上辈子过了十年 真的不想再过了 我只想自由自在 萧衡的脸色沉了下去 我笑笑 伸手掰他的掌心 两个追求相辈的人 最好的结局 是相望于江湖 萧衡的拳头骤然松开 却没接童心结 猛地包裹住了我的手 不相背的 晚晚 等国家安定 不再需要我打仗时 我就能陪你一起 逛遍这时间 只要你愿意等 萧衡的眼睛很亮 很黑 眸中的认真不容错认 一如四年前 我垂下眸子 满心愧疚 这份阴差阳错的青梅竹马情 中间隔了三十年的光阴 我对他并无爱意 萧衡见我这般 择了一声 混不拎的劲上来了 我在被你退婚的情况下 都为你守了四年了 也该你等等我了吧 再者 这婚约也不能白定啊 我要求搞特殊 如果你的身边最后有人相陪 第一个名额必须是我 要是那时候我死了 再换别人吧 我正住了 半赏 无奈一笑 哪学都无赖招 萧衡撇唇 你就说等不等吧 我是第二日上午离开的军营 萧衡的倔脾气上来了 没有来送我 他说 早晚再见的事没必要告别 老师等着我去找你吧 别跑得太远啊 下山的路 绿叶重重 我低头看了看 腰间依旧还在的童心结 轻轻一笑 并没注意到 前方的去路上 裴酒堂宛如沙神 带着暴怒的气息 就站在那里 直到 我撞上他的胸膛 被他大力捏住了脖子 秦婉婉 你怎么敢 怎么敢 裴酒堂双目赤红 掐着我脖子的手 极度用力 却颤抖得厉害 我不停地拍打着他的手 却无济于事 呼吸渐渐变得困难 我的脸开始涨红 而就在我真的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裴酒堂直接掐着我的脖子 将我拽到了身前 狂躁地稳住了我 唇瓣相贴的间隙 我终于喘息到了新鲜的空气 胸膛剧烈起伏 贪婪地呼吸 唇瓣被粗暴地啃咬 裴酒堂用一种几乎要将我生吞了的架势 掠夺着我 却又在我几乎站立不住的时候 松开了我 秦婉婉 你有心吗 我满心期待 等着你回来的时候 却被告知你把我卖了 这就是你要的从头开始 没有我的从头开始 是吗 是 我捂着脖子 深深唤起 某底不带一丝温度地看向他 被利用的感觉 好受吗 满怀期待地幻想了 跟一个人的未来 最后却发现 一切只是谎言 好受吗 上辈子 你不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裴酒堂的身形猛得一颤 攥紧的拳头手背上 青筋抱起 眼神是被伤到了极点 却无力化解的剧痛 最后 一声苦笑 你就是仗着我不舍地动你 才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伤我 婉婉 别逼我 你知道的 我不是什么好人 他的语气 是两时都没展露过的脆弱 却让我如临大敌地绷紧了身体 半点不敢放松 你也别逼我 我只想离开你 裴酒堂仰头笑了起来 但一行泪 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他吸了吸鼻子 将眼泪抹掉 笑得破碎 你真的太知道 怎么让我痛不欲生了 婉婉 为什么 我明明都解释过 你为什么还要走 婉婉 你不是爱我的吗 你怎么舍得抛弃我 我知道我错了 可我在弥补了呀 我在改了 你等等我 行吗 我们好不容易重生 难道真的不能抹掉过去 重新开始吗 我望着他眼角的泪 慢慢摇头 不能 抹不掉 并不是所有的苦衷和对不起 都能换来原谅 裴酒堂的眼神 随着我摇头的动作 染上很辣 他突然冷笑了一声 唇角扬起阴冷至极的笑意 行 软得不吃是吧 晚晚 这是你逼我犯魂的 裴酒堂说完 眼神骤然一灵 抬手就要劈向我的脖梗 但我的动作比他更快 寒光一闪 我一直攥着的匕首 插进了他的左肩 鲜血争先恐后的涌出 早知道你也重生了 买你回来的当天 我就该杀了你的 裴酒堂露出痛不欲生的苦笑 他决然地抹了把脸 眼神中带上恨意 我就那么不可原谅吗 上辈子除了自由 我什么都给你了 我都做到这份上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只是没办法了 什么都给我了吗 我听了 只觉得想笑 这人到现在还口口声声说着 爱我 保护我 裴酒堂 你有没想过 你把我求在京郊 不敢娶我 是因为不敢面对自己 你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么爱我 你只是不舍的 因为我对你的爱和好 没有掺杂利益 是你身居高位之后 旁人给不了的 但同样 你也不敢面对 不敢把我娶进府里 因为我的存在 会无时无刻不提醒你 堂堂摄政王 曾经是个被乡野村妇 十文钱买回去的夫君 曾为了达到目的 对这个上不了台面的村妇 谄媚讨好 虚予尾夷 所以 他不舍得放我 却又不敢面对我 只能把我圈进在外 连名分都不配 他根本不在意 我会不会感觉到耻辱 也不在意 我是不是愿意被圈进 他夺走了我做人的自由 辜负了我对他的一片真心 践踏了我的自尊与人生 让我的人生 除了活着喘气之外 什么都没了 最后 他却这样理直气壮地说 他除了自由 什么都给我了 匕首攥紧 我深深地看了裴酒堂一眼 等你同样失去自由十年之后 等你感受到那种 日复一日的绝望与死心之后 再来跟我提原谅不原谅吧 其实 我的意思是 绝无原谅的可能 我们俩也不是原谅了 就能继续相安无事的关系 可裴酒堂却像是溺水的人 终于抓到了浮沫一样 眼睛亮了许多 他捂了我还在流血的心口 居然笑了 好 十年 后来 我没再见过裴酒堂 也没有见到萧衡 我一路行医 一路肆意游历 名山大川 像是后帕一般的 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 多坐停留 但在远行的第四年 我来了泉州镇的姻园桥 桥上系满了 情人祈愿的红丝带 有些偏心 有些已经就到褪色 看不清原来写了什么 我在桥上从天亮 一直站到了天黑 一直到月色清亮 连桥下放花灯的人 都尽兴而归 这才轻轻叹息了一声 萧衡 我履行了承诺的 以后可不能再埋怨我了 四年之约 是我给萧衡的特殊待遇 那日离开军营前 我们定好四年后 在泉州姻园桥上相见 若那时战乱已定 他还活着 就一同搭伴上路 而今天他 没有来 漠然垂头 我看了看腰间 已经褪色的红绳童心结 眸光微颤 我宁可相信 是北方的战乱还没结束 也不愿去想第二个结果 转身 我一步步下桥 哒哒哒 急迟的马蹄声 自远处传来 我默然回头 就见一身 墨色静衣的萧衡 侧马而来 张扬四溢 马匹停下 萧衡翻身下马 站在桥下 气息急促 对着我摇头无语 要了命了秦婉婉 下回约定的时候 真的要提前问问 你知不知道 泉州城有十二座桥 别称都叫姻园桥啊 小爷我今天 找你差点没找死 我站在桥上低头看着他额头上的汗 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后来的后来 我记不起是十年后 还是多少年后了 我跟萧衡策马北上 准备去看看矮矮的雪山 在路过京郊时 有个模糊的身影 不知何时跟在了我们身后 不远不近 一直跟着 不曾上前 也没有退后 他愿意跟 就跟呗 萧衡搂紧了我 在我唇上印了一吻 多个我们幸福见证者 不是挺好吗 我歪头看他 你知道是谁 萧衡吃笑 你不知道 嗯 倒也是知道的 但 不重要 不过说起来 他这个骗子 萧衡突然又补了一句 我差一挑眉 怎么说 说什么 你第一个男人是他 害我嫉妒了好久 结果 切 明明是我 我垂眸摸了摸鼻子 神情懒然 还走不走了呀 走走走 带着娘子走喽 晚安